Hi 我是豆哥 今天要介紹的是這張 在美國的一場公開賽 有獎金獵人基斯 挑戰卡片創造者貝卡斯 雙方在切換牌後 貝卡斯看著基斯一眼 牌也不抽就開始在紙上寫東西 然後就隨便找了一位觀眾上場 這位觀眾叫做湯姆 他不太會打牌 但喜歡觀賞卡片對決 貝卡斯遞了一張小鈔給湯姆 之後就退場 跑去找海馬拉迪賽 比賽開始 基斯先攻召喚出印度巷戰士 而湯姆則是依照小鈔的指示 召喚出飛行巷 然後補上一句 這麼一來 你的地裂就無效了 這句話簡直把基斯給嚇傻了 我打的是印度巷戰士 不是地裂啊 基斯覺得莫名 就把湯姆的小鈔拿過來看 哇靠 貝卡斯的字有夠醜 仔細一看 上頭寫的全都是戰術攻略 原來 自己的牌組早就被對手看穿 欸不是啊 還是沒有交代 我明明就沒有出地裂啊 雖然小鈔上沒有寫 但劇本就是要基斯輸在這裡 於是 湯姆靠著貝卡斯的小鈔 擊敗了這位全美冠軍 湯姆贏啦 湯姆 不湯喔 飛行巷發行於2018年 收藏嘉篇 不簡單啊 深蹲了20年 這張初代的飛行巷 終於被死卡化了 飛行巷的效果為 在對方的回合 有一次不會被效果破壞 當第一個效果試用後 在對方的結束階段發動 在下一次我方的回合 如果用死卡直接攻擊對方 並造成傷害時 我方直接獲得比賽的勝利 飛行巷是屬於被動型的特殊勝利 一定要被對方的效果炸掉 才可以發動效果 自己破壞是沒用的 問題是 如果飛行巷以 里側手背的方式set 在里側的狀態下 如果被效果破壞 就是直接下去 根本無法免疫破壞 既然里側行不通 那就只能以表測的方式進場 但問題又來了 對手看到他 可以免疫一次的破壞 一次破不了 那就破壞兩次 或是乾脆一點 直接用戰破的方式打死他 要靠對手來完成飛行巷 似乎沒這麼容易 在原作中 湯姆的一句話 造成機師心靈層面的傷害 這麼一來 你的地裂卡就無效了 那麼 讓地裂無效 這句話 到底是什麼意思呢? 來看一下 印度象戰士的卡片描述 擁有可怕的力量 但是因為體重過重 走路時 地板會裂開 原來 湯姆講的地裂 是這個意思 印度象和飛行象 這兩隻大象之間的對決 最後竟然是因為 印度象的B&I過高 自帶地裂效果 進而出發飛行象的特殊勝利 曾經的全美冠軍 竟然因為這串描述而落敗 難怪的機師會心靈受創 從此一絕不振 回到史卡的部分 印度象戰士被設定為普怪 沒有任何效果 不過 倒是真的有一張 名為地裂的卡片 地裂的史卡效果為 將對方場上 攻擊力最低的一體怪獸破壞 為了還原原作 K社就拿這張地裂來做文章 既然原作的飛行象不怕地裂 那史卡的飛行象 就真的印寫一段 不會被效果破壞的能力 二搞得意味濃厚 飛行象是官方二搞出來的怪獸 雖然他的發動條件嚴苛 但想要玩飛行象的特殊勝利 也不是不可能 利用獅羽獸 將天坑龍召喚到對方場上 之後放回木呼 讓目的的飛行象 以及招財貓復活 進而誘發天坑龍召喚一段的效果 可以扣除對方怪獸 2000分的攻擊力 如果是被扣到龜零的場合 則直接破壞那張怪獸 飛行象和招財貓的攻擊力 都未滿2000分 屬於會被破壞的那一種 但飛行象可以扛一次效破 而招財貓被效破後 則是強制結束對方的回合 之後 只要讓飛行象提高攻擊力 再輕輕的碰對方一下 勝利便直接到手 注意 除非你是像我這種 自己著手打右手 或是找好朋友 玩身體健康 不然 要在賽場上完成飛行象 基本上是不太可能 我是豆哥 及時 輸的冤枉